各行各业 各个年龄段 最终你如果不弄去做假 不去贿赂 你就没有上升渠道 所谓原先有人 有的个别人还要点脸 但是在这个大环境里 已经没有任何让你容身之地了 你刚才国栋说的 这个小王涛那是踢得非常好 你要知道所有假意里面 他每年他的射手 他都排第二 因为之前比如说 有什么黎兵 胡召军冠军 我第一 但是他每年都第二 这个进球率很高 个子很高 但是脚底下很好 这一球大连地球他发 对呀 我去了以后都是他发 只是点球后来我发 非常好的一个球员 但是就像这种人 人家还有脸 说我感觉我在国家队 他跟我跟高峰比 稍微差点 人家也不愿意在这 说非平关系 他待在那绝对没问题 他比苏宝珍这些人强多了 对吧 他跟李宾有的拼 是吧 大家很难说谁高谁低 但是他比苏宝珍这些 杨诚这些什么 李静语这些强多了 对吧 这根本不在一个党次上 但是就像这些人 还有脸 但是后来的风气 没有用 你有脸吗 你不去 那有人就会拿钱去 那么世界杯里面 你们会看到一个 我们当时02年 这是让我也惊掉下巴的 一个山东队的高扰 忽然之间 他就进了国家队 完了又去到了世界杯 2022年 他连他们预赛都没打过 什么在山东队 也不是这么突出的球员 他就会用钱 最后所有国家队 到02年以后 就开始了 暗箱操作 黑金操作 更多的在国家队场面上